合法的外籍看護出門倒個垃圾 卻被袁警盤查 認定她是逃逸的移工還上銬 16號下午新北市三重區 一名菲律賓籍女移工出門倒垃圾 在路邊講電話 遇上袁警要求她出示身份證明 雙方因為語言不通爆發了口角 袁警認為她是逃逸的移工 上銬帶回派出所 袁警調查之後確定她是合法移工 沒有送回出所而是在路旁丟包 三重分局連夜調查 最後認定袁警執法過當 依妨害自由移送卷辦 女子坐在便利商店門口 一名袁警上前盤查 雙方擰言為懼 接下來袁警竟然直接拿出手銬 將女子靠在長椅上 我好像有聽到什麼在床上的事情 不知道是誰 一直看到兩個警察一直講電話 然後一直在那邊 能夠抓人家 事情就發生在新北市三重區 16號下午 這名38歲的菲律賓籍女移工 出門倒垃圾 謝忻袁警經過 認為她延伸閃躲 決定盤查 不過當時女移工正在將電話 根本沒聽清楚 家秀雙方語言不通 進而爆發口叫 遠警當場搶走移工手機 並將她上銬帶回 不過警方事後調查發現 女移工是合法看護 根本不是逃逸移工 將人栽到大同南路後 直接回到派出所 但女移工人生地不熟 和盤查地點相差了700公尺 讓雇主懷疑根本是被丟包 那到警察局之後 還用腳樓把這位移工 靠在警察派出所裡面 因為她的手機是被這個 原警常置沒收的 所以她也沒辦法聯絡她的雇主 她沒辦法聯絡任何人 事發當下 遠警情緒激動 連口罩也沒戴好 警方內部調查後 坦言證明43歲 已經在三重分局 任職7年的謝姓遠警 因為溝通出問題 執法過當 對執法適當的行為 本分局截不負短 本人代表三重分局 再次地向當事人跟雇主 公開致歉 警方大動作道歉 表示會將該名遠警 調整服務單位 並依妨害自由移送偵辦 只希望類似誤會 不要再發生 久了庭 張雲杰 新美食報導